全票通过 备受国际关注的香港基本法 23条立法条例草案 立法会19号以89票赞成全票 三读通过 香港特首李家超发言形容 是香港的历史时刻 我们今天三读通过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体现了爱国者治港的最高价值 草案从8号进到立法会后 三读只过了12天 被问到会不会太急迫 李家超强调 国安风险无时无刻存在 立法有急切性 立法会主席梁军燕 也公开两度解释 为什么罕见的 以立法会主席身份投票 港府将在3月23号刊线 同日正式生效 立法草案明定 判乱罪终身监禁 煽动意图罪判7年 其中引入境外干预罪 最高可判监禁14年 对此香港保安局长 还特别提到 和包括台湾智库合作 也属于配合境外势力 美国官方担心香港23条立法 让香港民众自由受限 CNN记者走上香港街头 尝试了解民众看法 无论用英语还是广东话询问 香港民众不是不与置评 就是掉头离开 草案三毒通过后 大陆国安部发文表示 立法成功是一国两制 实践里程碑 有利保护世界各地 到香港投资的合法利益 TVBS新闻 最新闻林敏珍 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